一年九个月灵克主队吓死人了 这一对我是没想到的 三世小女 来来来 看一下这一对韦灵克 玩了一年九个月 四舍五入 两年半了 二六零七伏的一席青山 大家有三战友去内容 也欢迎投稿 你这魏国什么回事 怎么说也是克金大佬 什么回事 蜀国还好一点 白板小光 有小光就一切 能玩一队鼠枪 还有光瓶 光瓶是很强的 完全可以单独拎出来用 还有马某 这个吴国也一言难尽 一红太史词 二红典长孙坚 白板周猛 SP吕蒙 非得煮的话 这个甘宁太史词吕蒙 或者是甘宁吃奇兵兵书 再加太史词零桶 哎呀 这个群雄感觉 这个耗度是二缺一 典长小女 SP朱骏 张角啊 关键是这义红典长吕布 很关键啊 三世女啊 特别重要 特别对于林克队来说 有孟霍和朵士大王 哎 少多一个蛮族啊 否得还能玩对一对 快两年的林克号了啊 武将 一般般啊 有一说一嘛 看看战法怎么样 指挥战法没有好的 主作战法呢 趁木都分了啊 趁敌 结盟啊 异其筋骨 粉之阴磊啊 一般吧 突击战法呢 有折冲啊 克敌至圣 树成其利啊 被动战法三巨头 怎么样 太平 哇塞 裸衣都没有 那我现在可以下结论了啊 这个号是玩的比较佛性的啊 也可以吧 反正林克 不花钱 怎么玩都可以啊 玩的比较佛性啊 兵种呢 白马虎爆旗 青州兵 阵型啊 八门封死三世阵 看宝贝啊 都没有什么好的啊 这个躲赏啊 每回会有4%的概率 获得一次抵御 这个约等于没嘛 这对我是没想到的啊 三世小女啊 而且太史词配合小光 也是特别合理啊 天呐 三世阵加世阵先赴 小女的狮子奋训啊 伤害还是可以的 哎 这场打五毛城都没有打赢了啊 五次狮子奋训 八千四啊 漂亮 三次破军五千五啊 小女输出了两万啊 按理说啊 狮子奋训应该额外带两个主动战法的啊 毕竟能提高几率 哎 怎么又输了啊 输得这么惨啊 哇塞 完全没发挥 哇塞 这场 肯定是不算的嘛 对面满红啊 红度压制 这场不算啊 哎 这不就来了吗 打五毛城啊 小女一万啊 第二场还打平了 哎 这对面的是这个 超低配的斯马顿啊 也打平了 小女一万 哎 打三世女又被虐了啊 不算啊 对面士气多了我们整整三点啊 不算 看起来队伍啊 哎 这个赵云夺魂加悲蛇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加点的 啊 全智力啊 天 还有一对三世女啊 哎 这对群攻怎么回事啊 天啊 太平给朱俊啊 虽然也有人这么玩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不是很好 而且张角还带 克里制胜加八门金锁 哎 这个 哎呀 这我是看出来了 浩主啊 主队特别有想法啊 我是值得肯定的 表扬 球贤1265啊 哎 你放心好了 许楚迟早会有的啊 毕竟乌鸦卡池 西欧卡 好了 终于让我晚上十点直播 永久免费靠米价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